这球是南韩队今天这场比赛的中外野手 这球偏低的球 蔡宗兰还是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好球才对 这球有没有挥棒 E-Layson说没有挥棒 这个球是很明显挥棒的 今天的E-Layson是中国大陆 我记得去年我们有派一些裁判去帮他们培训 这些大概没有培训好 今天这场比赛主审是日本籍 一类审是中国大陆籍 二类审跟三类审都是南韩本地的主审 连续四个坏球 现在才第二局 刚才我们看到第三个球第四个球 蔡宗兰有点受到裁判的影响 所以你看看这个红中赶快 因为我相信侯宇宗也发觉到这些事情了 赶快去上去跟他讲 大概是跟他讲不要理裁判太多 还是赶快去找好球带 接下来南韩队要上场的打者是第六棒的左外野手李炳龟 李炳龟在前一次预赛当中出战中华队四个打数 一支安打当时他贡献了两分打点 也是一个不可以忽视的打者 面对李炳龟我们看看蔡仲南怎么解决 这球好像要 总共有多打三次的失误 这也是那场比赛中华队是以0比7 输球除了打极没有发挥之外 在手背方面也出现失误 这也是当时输球的一个重要运动 对我想很多这种放球比赛 大家都认为失误归失误 这球打完内野高弹加球 有没有机会 创杀没机会 传一垒刺杀了短打的李炳龟 不过 这球是非常有力的 因为他穿出去内野的机会 一般草地比较难 有机会 哇 穿出了二三垒之间形成了一支安打 在二垒上的普载红 这个时候要冲回本类 有没有机会 好 主持人说safe 这个球居然盘 这个是什么状况 我们来看一看 刚刚等一下如果有慢动作镜头的话 洪庆棋刚才第七棒的这支安打 我们来看看穿出二三垒之间 这个球王庄佳传得相当的漂亮 中华队王庄佳传得很快 这球怎么会safe呢 因为洪一中已经挡在本脸前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已经卡住了 全部卡住了 对 日本接触审居然盘safe 男人队在二局下半的进攻 居然是先持得点 目前是一比零 暂时你先中华队 我想今天中华队真的很难打 哇 这个是 真的是差太多了 这个棒球比赛 这种save跟好坏球啊 教练团是真的不可以抗议的 如果太多的抗议 竹神裁判是可以判出场的 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些慢动作看啊 洪一中很早就把这个分裂板卡住了吧 而且球几乎是跟跑者是比较早了一步到达 目前南韩队在场上的打者是第八棒的游击手浦正万 南韩队一雷有人 一人出局 二局下半的进攻 在二局下半 南韩队靠着一次保送 还有一次安打 目前是暂时攻下一分取得1比0的领先 这个球居然 蔡仲南非常非常的不以为然啊 今天主审的好球在 我们到目前为止是非常多变化 对因为 是不是我们昨天赢日本对决日本裁判来报仇啊 因为这个球在镜头上看基本上 因为刚才那个球没有判出局啊 蔡仲南已经在旁边一直摇头了 南韩队的第八棒浦正万 这球准备用纸插球来对付这手 目前球速形成了 没有好球已经是三个坏球的局面了 蔡仲南情绪的确有受到影响 我们看这个表情对出前裁判真的是 不过真的要稳住啊 因为毕竟现在才第二局了 我们还是有机会赢球的 刚才的那一球实在实在是相当的关键啊 我们看看 蔡仲南赶快稳下来 这球是算好球 一个好球 三个坏球 二局下半 看南韩队进攻一人出局 一代雷 目前在一蕾上是刚才打出安打的洪姓琪 看起来今天真的是 有九个人打他们十三个人 这一球 南韩队准备要到了耶 二蕾审还是判save 跟各位报告一下 今天二蕾审是南韩基的出神 这个球是保送啦 其实是不需要投球 可是二蕾审还没有回头看就直接 比save的时候 所以这明明就是保送啦 对 他们也不会避嫌 等二蕾跟三蕾 安排的裁判都是自己的裁判 以前我们在国际比赛 真的 之前我也提过 最怕去韩国比赛 你会很气啊 明明会赢球的 是因为这种因素输球的时候 你会自己心里面很厚啊 这一球好球敬礼 目前南韩队在场上打击的是 第九棒二蕾手金中国 你看这个蔡仲昂的表情啊 我都是投这种球 刚才都不挑好球 现在又挑好球 他有一点这个对主审裁判的不满啊 这一球打成了面面也滚地球 先传二蕾 诶 这一球 touch out 哇 尤其手陈瑞震这一球 差点把球给漏掉了 真是让我们在台湾转播球赛的 差点吓出一身冷汗 对 这一球原本有双杀的机会 双杀的机会 对 我们来看看慢动作 重播镜头 一个内野的弹跳球 才能自己抓到之后 快传二蕾 准备要再传一蕾的时候 球漏掉 哇 真的是好危险 还好有去 有这个时间去 看起这个跑者 这些大人有看起跳 陈瑞震千万不要紧张啊 目前 二局下半南韩队进攻 两人出局 现在是一三雷有人状况 打击要轮回到了 南韩队第二轮的第一棒 李中范的打击 前轮的打击被太重难给单阵出局 这一球好球进了 但过去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碰到这种情况 真的就是说 今天如果是平手的在打的时候很难打 你真的就是要拿更多的实力 或者我们真的是加紧训练啊 知道要去海国打 怎么样赢五分六分 再多赢他几分啊 这一球是外脚偏低的球 挤坏球一次 球数形成了一个好球 一个坏球 二局下半南韩队的进攻 目前两人出局 一三雷上都有南韩队的跑者 在这个半局呢 南韩队是靠着中华队的一次保送 再来一次推进上蕾的打跑战术 再靠着第七棒 洪迅齐的安打 目前是先攻下一分先持的点 这一球采取双道蕾的战术 洪中选择的这一球并没有传 我想他心里也在盘算 怎么样应付这个打者 这一局这个蔡宗兰怎么样 把这个打者解决掉 我相信下去休息是自己 先把自己的情绪啊 然后稳定一下 我相信还是会投得很好的球 刚才南韩队好像是一个双道蕾 只有三蕾上的故作一下姿态 一蕾上是顺利的倒上二蕾 这一球好球进来 目前球数两好两分 很快 墙上打击的是南韩队的第一棒 右外野手李中范 真的不要去考虑二三蕾的跑者 怎么样两人出去去应付这个第一棒啊 这一球哇打击出去 这一球 算不算接杀 这一球接到 南韩队的二局下半进攻 这一球被接杀出局 形成了三人出局 这个半局呢 南韩队先持得点攻下一分 目前是战士赢1比0